除了搞文宣 帶風向 還有就是轉移焦點 在這個時間點 內政部說提出要改國徽 那還建議說這個民進黨 是不是要改黨徽之類 那很多人說你在這個時候 丟出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要藉機轉移 泰魯閣事故的焦點 這個政府就是意識形態治國 然後就是你百姓越來越遠 就叫 現在百姓真的想看到的是什麼 疫情 趕快把疫苗買回來 讓大家可以打疫苗 讓各國都在解封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跟得上 整個國際的這樣一個步伐 然後希望這個經濟可以更好一點 因為很多人活得非常的窮 然後針對這個台鐵的這個事情 希望這樣的悲劇不要再發生 希望政府好好的去檢討去改革 可是他們不是 他是追求他們所謂台獨的意識心態 他搞要改國會要改什麼 黨旗之類的 我認為就是說 人民真的也要覺醒 或者我們也不曉得怎麼辦 你知道看這個事再講一下 事情剛剛發生的 泰魯閣號 悲劇剛剛發生的時候 總統怎麼講的 叫大家不要忘記猜測 對 不要隨便猜測 不要隨便去講 不要揣測 對 不要隨便揣測 我告訴你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的領袖敢說 國內發生這麼重大的死傷案件 叫大家閉嘴 你們不要講話 我們 你們更不知道事情怎麼樣 你們不要講話 你快這樣子嗎 哪一個美國的哪一個主流媒體 每天不是在修理總統 修理重要官員 修理國會議員 哪個不是這樣子 民主國家沒有人這樣 你出這麼大的事 這個社會大家都不講話 這個社會表示就是獨裁國家 才有這樣的現象 然後接著說 你不要懷疑我們改革的決心 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講那句話說 我想到是個驕傲 是個傲慢 事情發生了啦 你們不要多講 不要多猜 我們會改革 我們改革決心 你們不必隨便懷疑 不要隨便挑戰 這什麼態度 你告訴我 究竟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 是藍民做主 還是你總統做主 是我們聽你還是你聽我們的 這種驕傲到已經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在一個地步 我們看不到你的慚愧 看不到你的悔恨交加 看不到你的悲天悯然的心 看不到你真正要改革 而且拿出具體方案的 那樣的一個決心 我們沒有看到 高座你怎麼避免下次不要發聲 你給我講 你不要看稿 你講給我聽 一二三四要講幾點我聽聽看 沒有嘛 所以這個政府說老實話 是讓人家失望 這選民自己就要決心 你看 川普是多麼的驕傲的一個人 美國人最後一刻還是覺醒把它打掉 這個就是民主的力量 就是人民對政府失望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要展現你要當家做主的決心 我們為什麼不喜歡中國大陸 不喜歡很多主彩國家 因為那不是人民做主 是少數幾個人 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拍板定在做主 對不對 我們不一樣 我們既然敢叫 要自稱自己是民主國家 就要像個民主國家的樣子 那也要像個民主國家的領袖的樣子 那這件事情也讓我們覺得有點瞠目結舌 當然這是悲劇 這起慘案在第一時間引起了國際媒體 還有其他非常多的國家高度關注 那麼很多元首也特別表達哀悼之意 那其中印度的外交部也對台灣發表了聲明 在推文慰問泰魯閣事故 可是我們看到外交部發言人 我真的不敢想像 歐江安他居然是這麼說 他說印度外交部首度對台 表達這個哀悼慰問 他說這個是有重大意義 有重大意義 我在第一時間我就覺得 這是外交部在沾沾自喜嗎 這個外交部是覺得是外交突破嗎 那果然就引起了很多的抨擊了 那當然這個外交部長吳釗燮有說 沒有啦這是要表達感謝 就是外交部的責任 但不是你話不是這樣講的 你是說有重大意義 那沈不雄鴻沈大佬就說 這是自卑加自大的表現 因為忠應不和 所以印方現在呢 在做心裡默默知道就好了嗎 你拿出來講呢可恥又至 那王世堅議員更直接就說 不知所云 所以怎麼了嗎 外交部我今天是要講多少次 怎麼了嗎 怎麼了嗎 因為我們的外交部的職業外交官 他的水平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台灣的這個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官 他本身用語動作拿捏都是要恰到好處 對 因為那是外交的敏感度 對 所以外交人員他很敏感 然後他的用語他都會再三的拿捏分寸 然後精準的來講話 但是民進黨是不太守規矩的一陣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外交人員 開始失去他的外交專業 因為他都為政治服務 為政治服務了以後 你的專業就不見了 因為你都是為了文宣 為了大內宣 為了政治來服務 所以把台灣的悲劇 本來外國他就是站在人道主義 而且各位我們的觀眾朋友 您想想看 如果您是外國人 您看到台灣 哇 鐵路 火車 太魯閣 然後因為人為的因素 也就是在施工的時候 連基本的公共安全 施工安全什麼都沒做 然後就一個鐵板車就這樣掉到鐵軌 然後火車過來 就造成這麼大的災難 這樣的一個人為的人禍的事故 然後造成這麼多人的死亡 這麼多人的受傷 他們會覺得台灣是一個 跟我們山西這麼高科技發展的 台灣的科技島 還是一個很落後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對他們來講的話是 怎麼會有這麼落後啊 因為像這樣的一個交通的事故 通常就在極端落後 的地方才會發生 對 而在台灣 竟然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發生 一八年發生 所以日本媒體也覺得不可思議 他們做了一個報導 就說台灣的兩面性 指的就是教授剛剛提的這個觀點 就是一方面 就是高度科技 對 二方面是行政的高度的落後 落後 也就是說民間企業是如此高的科技 對 然後政府的所轄的單位 跟政府卻如此的落後 對 而且那個執政的落後 犯的都是很低階低級的錯誤 而且是沒有人想像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在我們都會發生 好那造成這麼多人的死亡的時候 那這個成為一個全世界的大新聞 對 因為所有的國際主流媒體 都在報導這件事 而且都在報導的時候 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怎麼會落後到這麼落後 而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內心裡面 為這一些罹難者的家屬 他們感覺到哀痛 那他們不可能說給罹難者家屬慰問性 他一定是給台灣慰問性 所以一定是由台灣的 對外的對口單位 就是外交部 因為外交部就是對外事務部 對外事務部 那當然他們就會到我們的外交部的網站 來表達他們的哀悼 而外交部把這個當作他的功勞 說有這麼多的國家 跟我們台灣的外交關係這麼好 人家是人道主義來表達 對於罹難者家屬的哀痛 然後你卻把它解讀成為 我們的好像什麼外交勝利 我們外交上的勝利 我覺得有人發國難財 這國難外交是不是啊 有人發災難財 有人發這個災難外交 這個各位觀眾朋友 您能忍受這種政府 幹到這種程度 而外交部的官員 會本身會沒有理智 沒有任何同理心 沒有去想說 我們國人 五十人罹難 五十人喪失生命 五十個家庭 兩百人受傷 他們的痛苦 我都覺得 你們難道沒有任何一點 同理心說 站在我們同胞的人民的生命 這樣的損失 然後你卻拿來做為你的攻擊 所以你看我們外交的重大突破 外交的成就 更何況印度根本就是不安好心嘛 印度什麼時候在乎台灣 什麼時候 他就是要打台灣牌跟中國大陸 就是這麼簡單 連印度都要來利用台灣 台灣還開心到不行 說我寧可給你利用 然後我利用我的悲劇裡面 來感謝你 我們跟中印 台灣跟印度的關係好到不行 這是重大的外交意義 各位 您還能夠忍受這種政府 那我就真的佩服你了